现在好多这种钻法律控制的保健品公司 明眼人一看就是骗人的 天天那么多人相信 不要小看这些人的销售洗脑能力 他们很善于把握各种人的心理 而且你没见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吗 他们要比年轻人好户那么多 你们这帮骗子骗光了我妈妈的退休金 她今天早上自杀了 你们还有人性吗 我们可是有正规经营牌照的 你信口诬蔑 影响了我们营业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你们害死我妈 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吗 哼 他自杀的 关我们屁事 说不定是因为你们子女不孝顺 老人才自杀的呢 像讹诈呀 这里这么多人 你尽管问问 我们骗过他们吗 人家的产品是真的有效果 而且小王的人品我们是绝对相信的 孩子 你母亲想不开 我们很同情 可是你不能在这里胡闹啊 就是 小王可不是那种人 你们就是骗子 我砸了你们这家黑店 免得你们再害人 疯于人 老虎不发威 你当老子是病猫啊 小子 不要多管闲事 我还真懒得管你 不过你们好歹吃相 不要这么难看 真要把这些老人 那点养老钱都吸干嘛 哼 我们是为了让他们更健康的活着 提早他们的生活质量 王八蛋 放开我老公 哼 到底是不是骗人的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呃 贱人 说话要负责任的 你们太不像话了 怎么能欺负人呢 再这样我报警了呀 这些产品明显就是骗人的 你们怎么这么糊涂 那点养老钱非要被别人骗干净了 才甘心吗 你这丫头 就你聪明 我们都是傻子 你又没用过 怎么知道人家的东西没有效果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哈哈哈哈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一心为了这些老人服务 善心不会被辜负 算了 别跟他们吵了 那我干什么 你怕了 我可不怕 那你准备怎么办 砸了人家的电话 先不说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人家转眼改不换面 还能继续骗这些老人 那怎么办 你要是想帮他们 得让他们自己认识到这是个骗局 这才是根本 说的容易 好像你有办法似的 哼 我当然有办法 那你赶紧去啊 等着更多老人被骗吗 别着急 很快你就知道了 你们还有完没完了 再不走我报警吧 报啊 就是你不报警 我们也要报警了 你们给我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你这个年轻人 是不是就见不得我们好 人家小王多好的一个人 没事就去我家看望 还给我买水果 上次我家水管坏了 还是人家小王修好的呢 反正我是不信小王会骗我 多谢各位大大妈的理解 我就是说我再多委屈也直了 真是好让人感动啊 可是你们知道 人家被地理怎么评价你们的吗 一帮傻逼 花这么多钱买这堆破辣碗呀 最可笑的是 咱们把他们棺材本都骗走了 可是他们呢 竟然还对咱们感恩戴德 骗人的 他一定是找了两个人 模仿我们的生意 你带着吗 大家往这里看 这是我之前偷偷放到他身上的窃清器 你们听到的对话 就是窃清器录到的 这些东西确实是骗人的 根本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比如这个高科技鞋垫 其实就是普通的鞋垫 里面埋了几根线 装上电池 跟家用电热毯的原理一样 成本不到十块钱 但是外给你们 一双一千多 你说你们傻不傻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可是我平时省吃俭用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养老钱了 我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 购买你们推荐的这些产品 现在你就要说这个 让我怎么活 还钱 骗子 还我们的是罕钱 别打了 别打脸 老婆你没事吧 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对了你叫什么 大家都叫我雷锋 我刚刚看到别的街上 还有这种保健品店呢 我觉得你办法不错 不如咱们再去别的保健品店 帮那些可怜的老人醒悟吧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救世主 这世上悲惨的事情多了 我也管不过来啊 那你就当是在帮我 姑娘 咱们萍水相逢的 我也没有义务 必须得帮你吧 那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只要你今天帮我 下次你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拒绝 什么忙都可以吗 当然不能是坏事 那我得先知道 你能办多大的事 其他地方不敢保证 在南京的话 一般的事情 我应该都可以帮到你 就冲姑娘这个承诺 我也得鞠躬尽瘁啊 舵主 出事了 北都的加盟店 今天全都被人砸了 挑事的事已难以你 什么人这么大胆 对方的身份 暂时还没查出来 什么都没查出来 你来这个老子 叽叽歪歪的求啊 老子很闲吗 是属下思虑不周 舵主息怒 限你一天内 查清对方身份 有背景就告诉我 我看看 是谁敢跟我过不去 没背景的话 女的赏给弟兄们开婚 男的直接剁碎了胃狗 是 好久没遇到过 这种不开眼的东西了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是来给大哥送礼的呀 昨天拍了几张照片 你看看 王八蛋 又跟我抢女人 抢一次不够 还要抢第二次 真当我好欺负吗 换了是我 我直接就拿刀 罢摸我女人的砸碎 给砍了 嘿嘿嘿嘿 差点忘了 你现在做不到 大伯现在全力不如三叔 你们父子俩伸手 又不如三叔他儿子 天奇哥哥 人家忽然好同情你 楚天爱 你想干什么 看我笑话吗 天奇哥哥 你冤枉人家 从小每次回来 都是天奇哥哥 你带我玩 那时候他楚十三在哪里 我当然还是 见天奇哥哥你亲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照片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我正好路过 看到你未婚妻 跟楚十三纠缠在一起 我不忍心看到 天奇哥哥你被蒙蔽 就拍了这张照片 你是不是当我傻 要是没有诚意 咱们就不用谈了 你给我出去 好吧 我承认 照片是我故意让人拍的 其实人家 现在能帮你很多忙呢 乔清宇能帮你的 其实人家也都能帮你的 你怎么知道乔清宇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天奇哥哥 你不会真的那么天真吧 哼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驴修马蛋的 很猖狂嘛 竟然敢砸我的店 哼 暴掌明来 我看看 你有没有跟我说话的资格 小子 说话小心点 这是我们剁主 药门北都分剁剁主 哼 摆出你的背景 假如你身后没有什么 能让我和药门 顾虑的强势人物 那你今天只能死 哼 刚刚你牵着的那个 是你的女人吧 真他娘的漂亮 老子要在这里 把她就地正放 哼 就这点实力 也敢来找我的麻烦 再敢让我在北斗 看到你们行片 我打断你们的腿 滚吧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只有等那个宠货出事 才有人来找我汇报是吗 假如朱怀明不出事 我就只是个摆设了 不敢 乔小姐我们知道错了 哼 你们肚主都被人废了 你们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乔小姐饶命 饶命啊 全都是没用的废物 孙长老什么时候到 天黑钱就能到 按照孙长老的喜好 一定要安排好接待工作 是 储十三 你给我出来 大嫂 来我这里 有何贵干 哼 你先问问你的宝贝儿子 他做了什么丑事 大嫂 即便是一家人 有些话也是不能乱说的 你还知道是一家人 你问问你的宝贝儿子 他知不知道咱们是一家人吗 他勾引大嫂 储夕刀 不知道按照储家家法 你儿子该受什么样的惩罚 什么勾引大嫂 你把话说清楚 这里没你说话的法 勾引大嫂 这话从何说起 照片里的女孩子叫宁静 是天琪的未婚妻 你还有什么话说 天琪什么时候有未婚妻了 怎么 难道我们家天琪找未婚妻 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我父亲才懒得管你们的破事 只不过 他作为储家家主 都不知道你儿子订婚 是不是你儿子的婚礼 准备偷偷摸摸在外面办 不准备以储家的名义 宴请宾客呀 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向老太君交代这件事吧 交代什么交代 你想诬陷吗 公公 十三给我讲了 这个女孩是她早上 在真王阁对面认识的 她不是你儿子的未婚妻吗 你自己去问她呀 为了诬陷我老公 竟然不惜搭上 人家女孩子的声誉 简直太瞎做了 谁要是嫁到你们家 才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小贱人 你说什么 老贱人 你骂谁 楚西刀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儿子 懂不懂得尊重长辈 尊重是相互的 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先想想你配不配 凡事都是要讲证据的 你说我儿子勾引大嫂 而不是泼妇一样 在这里赏菜下调 楚西刀 你骂我是泼妇 我父亲并没有骂你 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你就是个泼妇 好好 你们很好 这件事 我会去找老太君要个交代 老公那个宁静小姐 给你发信息 约你出去呢 那咱们走吧 也不好放人家鸽子 我晚上还有几分策划的改呢 而且跟那位宁小姐也不熟 你自己去吧 我就不陪你了 嗯 你就对我这么放心 两口子在一起 信任当然是最重要的 好